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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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股山圣学大学是为了培养基础的伟大的宗教家 是大富大贵的 就是大富大得的 有大智慧 有大慈悲的 既然呢 有爱 而且有大爱 既然有笑 而且有大笑 那对未来的我们这个世界 它有啊 转动乾坤的一种力量 因为一个大宗教家 它就是影响了全世界 全人类的 不是啊 仅仅就是自己一个人修行的 修行是个人的基础 但是真正的是要建立它的伟大的事宜 什么事宜 就是宗教家的事宜 在华谷山是以教育为事业的一个团体 所以在培养红华人才或者研究人才 这种深入研究的大学院教育以外 另外也能够把这些深广的这些佛法 普及到各个角落大普化的教育 另外也有关怀社会 去进化人心的大关怀教育 那这三者其实需要生团来助持 来领导 因此僧协大学的毕业生 进入法国山僧团之后 终生都在三大教育之中接受教育 同时也从事教育 一般的人 对于自己的生命的着力点 都非常的模糊 不清楚 而进入我们生中企业大学之后 在受教育的过程之中 以及受完教育之后 在服务的过程之中 一定会出现一次的生命的着力点 我们培养的人呢 有通才的 也是副教的通才的宗教家 有专才的 专业的宗教家 那通才的是 是照顾全班的大众的 那专才的呢 就在他某一个领域里边呢 他是法会成为 影响了全世界的力量的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近代的副教史上 有太随大使 他是要把 这个汉传 中国的副教 变成了现代化 他是成功的 第二个 比如说 徐云老和尚 他是新建道场 以及退往产修 那在这一方面呢 他是影响到全世界的 也影响到我们今天的 现在以及未来的 还有像英光大使 他是专门教人家念佛 他其他的生命没有做 可是他的影响力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未来 他是存在的 还有洪帝大使 好像也什么也没有做 他是主张戒律 但是呢 他真正的影响力 不是在戒律 而是他的生活的 一种形态 这是人家敬仰 还有呢 用他自己的 写的字 画的画 做的诗 影响很多很多的人 那因此他的一个专才 他们这四个人呢 都有他们的专才 由他们的专才 而 发挥了 副教的 宗教家的力量 而影响了 当代的社会 以及未来的世界 像这样子的一种 所以专才和通才 就是我们生命的早立点 我们有了这些生命的早立点 你就是一个宗教家 就是一位大宗教家 那在我们 深切大学的 这个 教育的过程之中 就是希望你们能找到 或者是引导你们找到 市民的早立点 因为我们 希望培养的 就是伟大的宗教家 从2001年秋天 正式对外招生 法谷山 僧洁大学 佛学院的毕业生 已经走出校门 投入了 弘法立生的 如来家业 成如创办人 圣言师父所说 今日不办教育 佛教就没有明天 佛教需要 解形病重 道心坚定 具有前瞻性 包容性 与国际宏观事业的 青年僧才 不但要成绩 使自佛陀 与历代祖师大德 所开创的 佛法事业 更要进一步开展出 更宽广的格局与气度 使佛法的红传 超越语言 地域与民族的限制 才能创造出 汉传佛教 在世界舞台上 和人类历史上 发光发热的未来 这是法谷山 教育制业的 终极理想 也是历代 高僧大德的 无尽悲愿 愿很大 愿力无穷尽 愿心 则发自于 每一位 僧企大学学僧 立志出家的 出发心之中 在僧企大学 学僧们必须 学习把心放空 学习专注于 每一个当下 并且将 每一个当下 都当成是一次 新的开始 才能保持 如海洋般辽阔 足以吸收 容纳百川的胸襟 为了培养 全方位的佛教人才 僧企大学的课程设计 涵盖了会业 服业与得业 并且以研究所及的 优秀师资 提供学僧最专精的 僧才养成教育 希望学僧能在 身 口 意 三种仪态的熏陶中 逐步完成高品质 僧格的建立 我们僧企大学 是秉持着创办人 圣炎师傅 他的指导 以界定会三学为基础 依文师修三会之方法 来设计的课程 因此课程分为三大方面 一个是会业 服业与得业三方面 会业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是解门 一个是行门 那解门的内容 又包括了 戒 定 会 通事教育 那行门呢 就是有关我们的范拜 那个佛式 以及禅修等等的 在服业上呢 我们分成红化跟作物 将来呢毕业之后 必须要红化立身 来训练学生 培育学生 成为一个红化 就是红奖的人才 师父有两个传承 一个是潮洞禅 那一个是灵机禅 那一般我们修禅的话 通常是要先修定 然后再修慧 那汉传的禅化 它直接是从智慧下锁 它最主要就是 放下你的执着 放下你的分别 它放下你的烦恼 那直接去入本心 那因为 它那么简单 所以有些人 就觉得非常困难 但是当你 当你能够体会的话 其实它是 非常有力量的 2006年 法谷山僧谐大学禅学系 正式对外招生 以弘扬汉传佛教的 理论与方法 来培养实修实证 具有法谷家风的禅师人才 进而承担起 庄严国土 与成熟众生的 众责大人 我认同师父的理念 人要真正的改变 必须从心开始 而且要透过教育的方式 那我觉得师父 都教导了一套 从安定自己的心 到安定这个世界的 具体的方法 那我觉得生大的学生 其实学习 在做的就是去 学习它 然后实践它 然后就是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师父 他的理念 非常非常的好 他不是局限在 他不是把佛法局限在一个地方 他是没有国界也没有文化 更没有种族 他能够把佛法给推展出去 可是最主要就是 这里有整个大环境 有在生团这个大环境 然后很多善知识 所以来到自己出家 感觉是真的非常有福报 因为不断有善知识来引导我们 要怎么走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看到善知识 你都可以问 像很多接掌法师 你都很亲切 然后你都可以去问 然后还有很大的图书馆 你如果要资料 你可以找得到 很多地方需要法谷山的理念 所以对我们外籍生来说 将来其实不用怕 到哪里去都可以 只是怕说 我们有没有那样子的艳丽 任何一个健康的宗教 都应该与其他的族群和平相处 就能够逐步地影响 人类的世界 永远地离开各种原因的战争 近年来 圣言师傅积极参与各项国际活动 除了提升汉传佛教的地位 也为了发挥宗教力量 促使世界和平早日实现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僧学大学加快了国际化的脚步 藉由一系列跨宗教的交流活动 以及外籍教授 外籍学僧的加入 使僧大学僧 能够在现代化 科技化的教育环境中 随时掌握时代潮流变化的讯息 成为具备国际事业的现代僧才 有足够的能力 将佛教的法脉与会命 散播到全世界 僧杰大学也欢迎 其他道场出家的出家种就读 一起传承汉传佛教的法脉 如同禅宗六祖慧能 在曹西广眼顿悟禅 开创出一花五叶 辉煌禅时的成就 使大圣佛法的精神 在不同道场继续洪传 僧杰大学广纳各国青年人才 汇翠与法谷山 期待重现玄奘大师时代 纳兰陀大学的光彩 使法谷山松洁大学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 大格局佛教大学 从学习研究到创新鸿法 松大学生未来的出路无限宽广 法谷山位于海内外的每一个红法体系 都需要具有各类专才的宗教师 担任服务与教育的工作 不论是继续深造 研究 还是投入红化事业 或是走向国际 对各地区各领域的众生 散播法谷山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 每一位僧大毕业生 都有机会充分发挥所长 为佛法尽行寿献生命 多年来 在圣言师父毫不停歇的奔走之下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也认同了法谷山 未来 法谷山僧洁大学更将迈开步伐 透过学术 文化 宗教等交流活动 把建设人间净土的思想与方法 以及汉传佛教包容性的核心价值 分享给全世界各宗教 各地区 各领域的人们 我们法谷山提出来的是大悲心起 这个四个字是我们法谷山 落成典礼的时候提出来的 一个主张 一个理念 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带动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升起大悲心来 但是谁去提倡 谁去推动 谁去做这桩事 让大家都升起大悲心来 那就是我们深切大学的学生 为忠心 为骨感 因此请你们 作为法心来报考 法谷山深切大学的 作为同学 作为菩萨 都能够以法大悲愿心的 一个起点来报考 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能够成为大宗教家 阿弥陀佛 祝福你 在这条迈向和平与净土的道路上 松洁大学所培育出的法门龙巷 将承担起更多成仙其后的责任与义务 向外播种也向下砸根 在每一个有需要的地方 以无穷愿力延续佛教的千年会名 实现佛陀注释的大愿 众生成佛 世界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